Hello,我是莫莉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 就是最近有一些男生问过我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和女生聊得还可以吧 然后呢,对方的反应也还不错 后面呢,就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女生冷落了 或者是被删掉了 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这种男生他过来问的时候 他其实是比较懵的状态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生就不搭理自己了 或者说就把自己给删掉了 因为觉得这个女生这个情绪变化也太大了吧 但其实呢,这个地方大家必须要首先了解一点 不是女生她的变化反复无常 而是你在和这个女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你没有去通过对方的废物测试 你被她淘汰掉了 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废物测试吗 女生呢,都是口是心非的哈 女生最大的谎言就是 我找男朋友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对我好就可以了 或者是跟我说早安晚安 陪我去看看电影就可以了 所以你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 很easy可以做到的 所以呢,就是说 很多男生不知道废物测试 或者是很多男生知道了之后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 女生的废物测试是无时无刻的 如果你应对的不行的话 你和他本来快要变恋人的 马上就变朋友 本来可以变朋友的 马上就被删除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的是 废物测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一个女生和男生交往之前呢 他会提很多的问题 女生呢,会看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的回答 如果你的应对是好的的话 那么其实呢 是会激起他情绪脑的变化的 把男人呢 就潜意识的当做了恋人 然后从而呢 你就得到了一定的加分 那么如果你的应对是不好的话 那么其实他的判断就是 你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你没有激起他情绪上任何的变化 他就会把你定义成朋友 或者是陌生人了 知道这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常见的一些 废物测试的例子 女生可能会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我 你觉得我漂亮吗 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不太合适 你这妹子是不是都用这一套啊 我告诉你 对我没有用的 而这些问题问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男生都只看到了 女生表面的意思 或者是睁眼说瞎 画着去回答 或者女生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长得好看啊 你身材好啊 你所有我都喜欢 或者是你很漂亮啊 虽然你不是那么漂亮 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女生说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我觉得我们很合适啊 或者是有的男生直接是不讲话了 不知道说什么了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答案就是全军覆没的答案 那为什么会是全军覆没的答案呢 因为他是想要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 去找到那个去 带领自己的男人 去带领自己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事事顺从自己的男人 一个事事顺从自己的男人 是没有办法让女生仰望的 女生呢 都喜欢男生是强势的 自信的 能够保护自己的 而不是没有原则的 一味的讨好的 顺着他的男人 这是女生去鉴别 备胎和男朋友 最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如果追妹子 你保持的是一个很低姿态 很甜狗的样子 那么其实在女生心目当中 你的价值是非常低 甚至是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的 那么其实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和女生互动的时候 要学会怎么样去应对 他们的飞舞测试 要表现得自己强大 并且你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 与此同时 你能够得到他的仰望 所以呢 应对测试 对于女生 对于女生 废物测试的关卡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去理解 如何的去应对才是好的 比如说第一个 那个冰淇淋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暗示 你要不要跟我买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普通的男生可能会说 那我去给你买一个吧 如果是这个样子说 那对不起 你就是变成了他的好朋友 你没有通过他的考验 第二个 你太胖了 不适合我 如果忽然间觉得自己真的胖了 然后默认了 那其实又是错了 你又没有通过他的飞舞测试 第三个 我不喜欢你那样霸道的样子 言下之意呢 你可能感觉自己是需要温柔一点 如果吸收了这个观点的 那其实是你又没有通过飞舞测试 女生对你说你这一套对我没有用的 如果你泄气了 那其实就是说你认输了 还有就是什么呢 哎呦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有事情 我可能来不了了 然后有些男生就说 没事没事 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好了 其实这个样子说又失败了 这个其实我们说起来 哎 好像莫莉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很平常的一些话 那为什么会是失败了呢 但其实就是他就是飞舞测试 如果说他的年龄大 你的年龄小 他还专门问你多大 潜台词说的就是 你太小了 你不适合我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的是 他在给你暗示的时候 一个飞舞测试要回答 就是哦 哦 问对了 我正以为你觉得年纪太小了 不适合呢 这样呢 就是你可以把他的潜台词给击垮掉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区分点 朋友呢 往往都是成全的迎合的 对吧 我愿意为了我的朋友呢 做出一点点的牺牲 我愿意做出一点点的让步 如果他说没有房子住了 朋友会想办法帮他去租个房子住 或者是借他住一下 如果有困难的话 朋友的做法就是 应和对方的需要 去安抚对方的潜秀 但是其实 我们要知道的恋人不是这样的 很多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 但往往都是错的 恋人的含义呢 我们是 情绪上的交融 情绪上的交融 那恋这个字上面是个 意下面是个心 其实就是两个人 心与心之间的交融 朋友的理解是 比较理性的 而人与人之间情绪的交融 心与心的沟通呢 那就叫心有理性一点通了 我们要控制的呢 就是我们要控制情绪 但是呢 不单单是考虑的是你的理性 而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的是 从恋人的角度去回应他 所以呢 就是不管你怎么样说 我们不能够像朋友那样 朋友就是做的是老好人 但是其实恋人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恋人是站在三楼去扶持他 恋人会想着他是和小女孩一样的 我要帮助这个小女孩成长 他的想法很多都是不对的 我要直接的指出来 开他的玩笑 或者是轻轻的调侃他 所以你要知道是你站在三楼去看的话 那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恋人的身份了 那么回应的方法呢 我们都是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 和正确的预示的 那么我们来说说看 怎么样去应对废物测试 这个通关的秘密是什么 那就是让他出乎意料又开心的笑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应对女生的废物测试呢 第一点 态度上要明确 态度上要明确 他测试你是不是他真爱的时候 那你就拿这样的态度给他看 强化他的认知 去弥补他错误的认知 去先解决掉最基本的爱不爱的这个疑虑 第二个呢是行为上的合理化 这个时候呢 他会不断的给你输入一些负面的情绪 如果你被女生这样负面的情绪击垮了 那么其实就是宣布失败了 不要让他带领着你的情绪 一定要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稳定的心态之下去和女生去沟通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点呢 就是你首先是 要跟自己建立起来一定的信心 因为如果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非常的容易动摇 你非常的容易动摇 如果你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你可以歇一歇 不要急着和女生 马上就去联系 马上就去说话 马上就想要立刻给他一个 你认为他想要的回应 这是很多男生都会犯的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 就是其实和女生啊 不管你是喜欢的比你大的女生 还是比你小的女生 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呢 都一定要把女生当做小女孩一样 因为其实你想想看 当一个三岁的小朋友跟你吵着闹着 我要吃糖 我不管 我要吃糖 我要吃糖 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那么着急的去跟他买糖的 你想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他好可爱 我就想看他再闹一会儿 我就想看他今天能够可爱到什么地步 对吧 你的状态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你的状态是一个玩乐的状态 你不会非常的火急火了的 想要去顺从他 想要去马上满足他 你不太会有这样的心情的 甚至你还会调谈他 好啊 那你给哥哥唱个歌 你给哥哥唱个歌 我就给你买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的状态 会影响你的测试的结果 很多男生都只懂得如何去顺从女生的意思 觉得把女生哄开心了 他就会是你的女朋友 但是其实女生他不会选择一个只懂得顺从自己的男生 有这样的女生的话那其实就相当于是天上掉线饼一样了 对吧 所以其实你要相信的是女生的废物测试是非常容易容易让你掉进陷阱的 容易让你掉进陷阱的 他想试探你 他想要去试探你 他想要知道你到底可以为他做多少 而这个废物测试不通过之后他会发现你并不能够引领他 就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一个女生跟你说啊 我啊 你多高啊 你说我17 178 然后这个女生说啊 178 我从来就没有谈过185以下的男朋友 很多男生就会一下子觉得这个女生说了一个自己的短处 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吧 觉得我178 他嫌我矮了 怎么办呢 啊他谈的都是185以上的我不知道怎么办 有的就是沉默了 有的就是赶紧换个话题聊别的 就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废物测试你 这种状态就是 直接是不考了 不做了 这个时候其实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就会问他那你多高 他说啊 我165 那你说对啊 165配178 你不用穿高跟鞋 你都可以轻到我呀 所以你的状态会决定这个女生对你的评分 如果你总是在自我否定自我怀疑 那么女生为什么要喜欢你呢 你有什么是值得女生喜欢的呢 所以一定要调整好自己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 在女生做废物测试的时候 一定不要怀疑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讲到的这些点呢 其实是比较密的 大家可以去 消化一下 下次我们再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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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